我们说上火就是体内的 营养平衡时很大 内火旺盛 最特别的表现 简单讲就几个字 红种热咳 红种热咳 还有一个叫肝 肝 这就是在这个上火的中 最容易出现的几个症状 男女孩也都会上火 男孩和小女孩都是样的 我倒是特别好奇 比如说为什么大人 他这个上火的情况 就没有小孩那么多呢 为什么小朋友那么容易上火 终于有一个说法 讲小孩是纯氧之体 就是小孩体内阳气 是比较旺盛的 当然丈夫也比较娇论 特别容易受到 这些火类之邪的影响 或者即使感受了 外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血气之外 他也可以遇到体内的阳气 也可以发挥这个火邪 所以小孩容易出现 这些上火的症状 所以比较常见 刚才妈妈们也讲了 很多上火的不同症状 那针对不同的症状 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是 咱们可以根据人体的脏腑 把这个上火的表现 咱们分分类 各个击破 比方说五脏 如果影响到心的话 新的生理功能表现出来 可能会影响人的神志状态 影响睡眠 所以小孩子可能会出现 常见的夜蹄的表现 除此以外 像口舌生疮的问题 尤其是舌尖生疮 那么可能跟心火有关 大多数口腔溃疡 是有自线性的 它过一段时间自己会好 如果说我们确定 这个口腔溃疡的发生 包括口腔里一些 炎症的问题 确实是由于心火导致的 咱们也可以用些食料的方法 常用的一些 比方说像百合 可以滋阴润燥 可以清心火废火 所以可以用百合 用一点蛋竹叶 还有就是用一点甘草 一般来说 小孩子的话 像百合 竹叶 可能用到三克左右 甘草少一点 两克左右 给孩子煮一点水 它的味道是挺甜的 那么这种方法 可以帮助孩子 清心降火滋阴 对于心火 赤胜 然后导致的口腔溃疡 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心火中的时候 孩子还可能会出现 液体的问题 晚上哭 咱们有很多方法 用一点百合 或者用一点带心的莲子 对是精火的 有点苦 可以帮助孩子 宁心安神 对于改善 由于心火导致的液体 这个问题 那么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